赵丽颖凭借自己的力量 从一个十八线小演员成为了现在的顶流 曾经剧里面的男主角冯绍峰也成为了 赵丽颖人生中的男主角 只是碍于冯绍峰偷吃的习惯屡教不改 让这段婚姻走向了终点 如今也被传出来李彬彬为他们牵线搭桥 赵丽颖因为孩子而受制于人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将要复合了呢 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好奇这其中的曲折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 赵丽颖冯绍峰相识于2016年的一部《西游记女儿国》 拍摄时期的冯绍峰就已经看中了赵丽颖 在剧组时常会给赵丽颖送礼物 并且对于赵丽颖的要求是有硬必打 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在赵丽颖需要帮助的时刻 原本赵丽颖就没怎么传出来过绯闻 很少对同组的男演员产生感情 可凭绍峰早就已经是情场老手 面对初出茅庐的赵丽颖可以说是手到擒来 没多久就有网友偶遇了赵丽颖冯绍峰一起约会的场景 后来还一起穿情旅装 甚至一起同回的酒店 赵丽颖也经常会到冯绍峰的家里过夜 2017年冯绍峰为了给赵丽颖过生日 专门从北京飞到了恒店 在场的除了工作人员就是冯绍峰这个绯闻男友了 同一年他们两人还一起合作了知否 拍摄这部剧的期间 工作人员都能够看出来他们的端倪 撕下一起 护完手臂都只是九牛一毛了 只不过他们的恋情依旧没有被公知于众 成为了大家公开的秘密 当网上开始疯传赵丽颖怀孕的消息时 赵丽颖用了一张劈叉的照片 缓解了舆论的走向 但是打脸也来得特别快 2018年10月16日 既是赵丽颖的生日 也是他们官宣结婚的日子 五个月之后 他们两人爱情的结晶就出生了 给儿子取名为想想 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出生了 也没有丝毫打算要举办婚礼的意思 甚至连个婚戒冯绍峰都没有送给过赵丽颖 冯绍峰在遇到赵丽颖之前 就已经和圈子里很多的女艺人在一起过了 林与妮妮都在冯绍峰的前任清单里 大部分都是还没有得到官宣恋情 就已经迎接来了终点 只要赵丽颖走到了最后 不过当时就有人透露 如果不是赵丽颖怀孕了 可能他们也就不会那么早就结婚 婚后的赵丽颖 原本还在对未来的生活抱有期许 只是冯绍峰仍旧不改本色 偷吃的行为触怒了赵丽颖的禁忌 赵丽颖的性格原本就是如此 眼睛里融固的一点沙子 所以当机立断就和冯绍峰撇清了关系 只不过孩子的抚养权是两人在共同抚养 但是冯绍峰的家庭背景毕竟是比较殷实的 怎么可能真的让孩子落在赵丽颖一方 所以孩子至今估计都是在冯绍峰那里抚养的 离婚之后的赵丽颖就开始专心的搞事业了 有好友问到有没有打算开启新恋情 并且经历过一次之后 就感觉婚姻也就那样 现在就是单纯的不想去思考这些事情 可能得等一阵子才会考虑新恋情了 这一段话也就可以证明 赵丽颖是真的被冯绍峰给伤到了 网上还传出来了冯绍峰离婚之后 真心的悔改了 主动找到了赵丽颖求复合 但是被赵丽颖坚定的态度给驳回了 冯绍峰当时还很生气 可还是想要跟赵丽颖再续前缘 毕竟赵丽颖现在已经是顶流 而平绍峰的《风光时刻》 还停留在多年前的八哥 最近有人爆冷出来 冯绍峰和赵丽颖即将再度联手合作 两人之中牵线搭桥的就是李冰冰 当时导演最先找到的是冯绍峰和李冰冰 谈论拍摄的事宜 但是李冰冰觉得这个剧本不适合自己 便向制作方推荐了赵丽颖 李冰冰肯定是知道冯绍峰和赵丽颖的关系的 可她还是这么做了 就难免不让人怀疑这是冯绍峰的意思了 赵丽颖带着自己的团队和冯绍峰还有导演 一起商谈了该作品的事项 在现场并没有看出来赵丽颖和冯绍峰有什么不合 这一点就已经赶超了很多离婚后的明星了 有些人都是老死不相往来 生怕再沾上前任一点 但是赵丽颖在得知男主会是冯绍峰之后 还是钻研了一下剧本 有人说他们这可能是就要复合了 但是还有人说赵丽颖是太清醒了 觉得任何人都不能影响自己的事业 当初赵丽颖选择和冯绍峰结婚 就已经让很多粉丝接受不了了 不过很多真爱粉愣声声为了赵丽颖 把冯绍峰给看顺眼了 结婚之后的冯绍峰只要是录制节目 张口闭口都会提到赵丽颖的名字 原本大家都以为冯绍峰已经转性了 只是没想到依旧被赵丽颖抓住了把柄 当两人离婚之后 大部分人都是支持赵丽颖的行为的 毕竟多年前赵丽颖在接受采访时 就被问到最受不了另一半哪一点时 赵丽颖就说到不能接受出轨 好马不吃回头草 也不会原谅他的 所以如今赵丽颖和冯绍峰 被传出复婚的消息 屏幕前的你觉得他们会复婚吗 还是说李冰冰也只是帮到忙吗